受到封面的影响 全台出现降雨 导致了意外事故频传 昨天下午在台南 有一名货车司机 开车行进台86快速道路 疑似就是因为天雨落滑 开车打水漂 先是失控打滑 随后连转护栏 跟中央分隔岛 最终是翻覆在内侧车道 还好司机自行破困 没有大碍 大雨下个不停 就怕发生意外 用路人减速慢行 没想到下一秒意外发生 只见外车车道 白色小货车 经过积水路段 才见起大片水花 随后整辆车失控打滑 车身先左摇右晃 撞击忽然 接着轨切 又撞向中央分隔岛 最后横躺内车道 突如其来事故 用路人赶紧变换车道 就怕被波及 受到封面影响 全台出现降雨情况 20号下午 乘姓小货车司机 行进台86快速道路 疑似天雨路滑 货车失控连撞护栏 好在人自行脱困 没大碍 诚信驾驶为送一 驾驶的酒测值为零 而交通意外也发生在高雄 上班尖峰时间 轿车来到路口 准备左转 下一秒撞击一台重机 骑士连人带车摔飞 轿车车头整个凹陷 机车车身全毁 事发在21号早上 高雄三明区 康姓男子开车 疑似为里让执行车 撞上正性重机骑士 好在其次送一梅大碍 除了呼吁用路人 要遵守交通规则 另外雨天行车 也要减速慢行 避免意外事故频频发生 记者台南高雄综合报导 早相 以少许 ��만 留 lizard 一个 移动 的 哇